今天早上原神里出了英游的新活动 荒龙即上 盛世豪谷大祭典 大家都玩了没有啊 说实话 我真的是好久没有见过这么敷衍的活动了 感觉荒龙派是又可怜又好笑 就像是被策划选中的冤大头一样 明明是被天理奉行 赶到干净倒的一个小角落举般活动 结果小弟们居然能把场地描述成一朵花一样 不信我换个BGM给你们听听 房地产老板听完了 都得为你们鼓掌了 三面环海 空气清新 远离城市喧嚣 坐拥绝版景观资源 背靠干净倒 独享祭典文化中心的顶级配套 水路交通发达 无论是步行或是坐船 都能辩解抵达 再接下去 本来只用800摩拉的小股 配信商家硬是跟异豆开了8万的高价 结果呢 8万里面还有7万是小弟们出的 这不又坐实了大渊种的名号了吗 还有啊 剧情结束过后 整个场地就三个NPC小弟 外加一个篝火给你烤金瓜用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会下雨啊 惨 这也太惨了 关键这三个小弟NPC 居然有一个是气氛组的 还有一个是售后组的 哎 你要是去和这两个人说话吧 那简直就是把人气笑了 尤其是这个售后组的反馈大师阿晃 把平常米忽悠客服怎么对待玩家的话书照搬了上来 三句话 您有什么要反馈的吗 好的 反馈收到了 最后一句请您耐心等待 这不是妥妥的摆烂三件套吗 那最后这次的活动我感觉手机上玩会比电脑上玩简单 如果是想要偷懒的同学还可以只选择大师难度 完成一次之后一次性就能领取三个奖励 那曲子呢都不难啊 一天更新一首一共七天 挑战完之后还可以自己编曲让别人来挑战 本来吧我编了一个特别难的曲谱 有444个音符的挑战想分享给大家 结果呢我发现我居然自己都挑战不过去了 你敢想 你自己先挑战一遍 完成度90%以上才能分享给大家 哎呀 看来想搞别人的心态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啊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把你们自己创作的曲谱分享在评论区 我来进行挑战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